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时装周重磅回归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时装周既去年的超坏星之后又再次回归了 伴随着许多角色带着装扮造型 肯定能够吸引的玩家们在这活动中努力的捕捉 那到底时装周的活动内容里面有哪些值得玩家们注意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活动的内容 那同样的当你帮大家制作这次的懒人包图片 直接预览能够了解到这次活动内容有哪些 那这次的时装周的时间将会在 11月15号礼拜三早上10点 到11月19号礼拜日的晚上8点期间 那活动内容的重点将会着重在野外 团体战的话是一三星 那天野调查、收藏家挑战 5K都才会有所变化 那商城的话也会开放这次时装周的换装道具 那加码奖励跟选秀会也会跟着时装周进行变化 活动内容依旧非常之精彩 那里面有许多装扮造型的也有开放色違 让玩家们更想要捕捉他们了 说好看归好看 我们还是要针对使用性的部分来讲解 首先的话我们看到野外的部分 这次野怪总共有10只 那以进化后的角色来看 能够使用在超节模的角色 像是赵王、毒窟蛙、超坏性以及胖嘟嘟都算是不错用 而身在高节模的话可能角色上就比较少了 就剩下胖嘟嘟而已 再往上一身反而野怪都没有在大西梦使用的一个空间啊 不过这次时装周开放的阿布所有是有戴眼镜的 当他超级进化之后能在PVE的道馆站使用 因为他是目前27排行榜伤害的第二名 还算是不错 只是进化之后眼睛会不见 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 那论使用性的话大致上是这样啦 那里面新登场的角色 这边要说明一下有戴帽子的乌波 以及首次开放色尾的哥德宝宝 那乌波的话我们在前阵子社群的影片 其实讲的非常之详细 也有介绍对战影片 所以这边我们不如重新再讲解 那我们针对的是哥德宝宝这部分 首次开放色尾来看一下他最终进化型的哥德小姐目前的状况 那如果你在这次时装周幸运抓到了哥德宝宝色尾的话 最终进化型的哥德小姐其实跟普通版本的颜色并没有差特别多 从黑色外形转为有点紫蓝色的感觉 变化幅度并没有到很明显 那除了外形之外他目前在Pokemon GO里面的实力算是比较差的 可以从对外战的排行榜版来看都是400多名 不论是哪个联盟都是一样 考量到三大联盟在超能力系部分 角色选择都是那强势的祭司 现在在超结盟主要是以恰蕾姆 克雷瑟利亚跟戴妖琪西斯为主 而高结盟的话教室比较单调 克雷瑟利亚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如果说其次的话 有装甲超梦以及戴妖琪西斯 也有看到玩家们在使用 至于升到大世界盟的话 CP受限的缘故能够使用的多数都是以神兽 像洛琪亚超梦以及所有加雷这几只 那也因为妖魔鬼怪太多 格德小姐能够发挥的空间真的是比较少 国外排行榜也是能够明显感受得出来 不过这角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途啦 毕竟后来他的小招里面是有沙娇 配合着燕崩其实出招数并没有到太慢 所以后来他能够在超能力杯这一个特殊赛制使用 所以如果你有在打对战的话 是能够抓几只好体质的库存起来 但是没打对战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大的用途啦 那野外部分看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三星的团体战 这就是影片的重点了 因为三星团体战的头目竟然有装扮造型的快龙 那快龙这角色已经很久没有以他为主角登场了 那我们今天来详细帮大家复习一下 首先的话快龙他50整CP 达到4287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 毕竟身为初代的准神兽 在一种族值部分也反映在他的体质上面 可以看到他是非常强力的一只角色 在三大联盟都有不错的排名 但是因为本身非常仰赖着龙袭的单点输出 以及大招的快速打击 相对于爱影版本的会比起普通排名来的高 然而也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坦度并秒到很好 更快把队友打掉 会是快龙在对战里比较希望看到的部分 那在超级阶魔的话 他坦度12.2重的体质只有1657 其实在我们目前看到的数据里都算是偏弱的 那高级阶魔的话也是相同 坦度就20.6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如果升到大级阶魔的话 靠着本身CP蛮高的缘故 坦度部分这边是有稍微撑起来 不过这一次时尚座比较可惜的是 装扮版本的快龙是出现在三星团体战头目 所以如果你想要爱影的 相对的这边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如果要在超级阶魔、高级阶魔使用的话 要平攻低提防高 也仅多是跟朋友进行交换 能努力的方向可能就是以大级阶魔100%为主吧 体质部分根据活动是稍微有点遗憾啦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快龙目前的招式组合 快龙在小招的部分比较要挑剔的是 他没有飞行系小招是没有办法在PVE的飞行系进行输出伤害 但是以龙系的话就没有办法挑剔了 本身有龙尾跟龙洗都算是不错 但是多数玩家还是会选择龙洗 因为出招的破绽是比较少的 虽然龙尾多了一点伤害 但是实质在对战里能够看到的效益 真的是不太明显啦 所以以至于快龙的正常标配都是以龙洗的小招为主 大招的话首选就是龙爪了 能量短输出伤害量也算是不错 算是快龙至少一定会有这招的搭配 而第二招的话多数都会选择满力拿来打刚系 那这样的搭配下可能再打妖精就会比较困难 通常都会交给队友去处理 当然有玩家比较调皮就选择暴风去打妖精啦 但是你配暴风加龙爪也是没办法打刚系 所以你的第二招不论怎么搭配都会有个缺陷 不如就选择数据比较好的满力 通常是快龙的第二招标配啦 这边的话我们也从原作里看一下 未来快龙能够获得的招式是否有值得期待的 首先的话在小招部分 他是有水系的攀铺 那攀铺能够带单点伤害翅膀攻击的蓄能也更加的优秀 这两招其实都算是不错 而大招的话有雷电拳、水流尾、冲浪、冰冻之风 冰冻拳、泰山加点、阎崩跟厌返 那论数据的话其实这些招式都算是不错 只是属性压制面遇到刚系以及妖精的时候 其实能够反击的能力算是有限啦 那如果说丹尼最期待的话 可能小招翅膀攻击真的是不错 因为高续能的关系能够带动大招出招 那如果再配个冰冻之风降对手攻击力 肯定会让快龙更加有趣 只是这样搭配的话 可能照快龙目前的数据 这游戏应该会崩溃啦 那在看到这些招式之后 你是否对未来快龙能够获得这些招式感到期待呢? 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快龙因为少了飞行系小招的缘故 所以在PV伤害量只能拿来当龙系的打手 但是因为龙系的角色 其实在攻击部分很多都赢过快龙啦 相对让快龙就算带着龙尾加捏顶 其实在DPS秒输出伤害 也仅仅排在C名 算是差强乐意的一个数据啦 就以PVE的电脑选择来说 快龙也几乎是不会被拿来当打手使用的 不过就目前Pokemon GO里面快龙的数据来看 我们至少还是有给到A加啦 因为他就算PVE的伤害量并不是特别卓越 但是在三大联盟的排名都算是非常靠前 只是这一次装扮版本的快龙 并没有爱影版本的出来 所以在实力上来说会稍微落上一截 所以玩家如果要追快龙的话 可能还是真的要拼100% 才有办法在我们的对战中使用 那快龙讲完之后 我们刚刚有讲过 爪王在超级的萌 以及阿波索在PVE之外 这一次E3星的头目里面 牛拉装扮造型的目前好像还没办法进化 不过应该爪王会开放 那玩家可以先库存好体质的 再PVE也不错用 那超级三大朵就不用讲了 妖精系的霸主啊 只是之前活动有开放过 玩家应该不会拿捐去打他 以E3星的头目来看 这一次团体战的重点肯定还是以快龙为主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打到异色版本的装扮快龙 那我们来看天野调查以及复旦的部分 这一次复旦比较特别 是5公里旦能够孵出这些 有带装扮造型的宝可梦 那里头的话 官方额外备注 哥德宝宝孵化的话 将会色違机率会比起野外来的高 所以玩家如果在野外 都抓不到色違的哥德宝宝 也能够在5K旦里面孵化 不过这些角色整体在对战 或者PVE的使用性真的是偏弱啦 玩家就量力而为就好了 好那宝可梦的部分看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活动内容 那以时装周为主题 这次商城肯定就有卖一些服饰了 以哥德小姐跟人造细胞卵的服装为主轴 那加上牛仔裤的脸帽外套 跟牛帽长裤 玩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能够在商城进行购买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每次的活动都觉得 官方设计的这些人物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好看 但是就是没有提供姿势的贩售 这点是比较遗憾的啦 有时候觉得这些造型 甚至比R24的姿势好看许多啊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是加码奖励 这次时装周有三个加码奖励 首先的话在时装周期间 特定的晃装道具将会有限时的优惠 但你认为这个触销是不错的 毕竟很多是活动的内容里面 等到时候活动结束 在商城还是能够购买服装 你就没有那么急迫性要购买 那么在限时特会的情况下 也能够促进更多的消费 也算是不错的 那第二项的话 在活动期间 捕捉宝可梦获得糖果将会加倍 而如果你是31等以上的玩家 捕捉的时候 糖果菜楼的机力也会提升 这也就是这次时装周加码奖励的部分 那么时装周最后的内容 将会是选秀会 选秀会将会在时装周的活动期间登场 那玩家们可以放置这个 哥德宝宝以及好坏星 好坏星也算是给尊重啦 毕竟他是去年时装周的重点角色 这次官方没有遗忘他 把他放在选秀会 所以如果你手上刚好有体质大的 哥德宝宝或者好坏星的话 可要在活动期间 把他放在补给站上 跟大家比大小哦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那时装周再次的登场 伴随着许多宝可梦带着装扮的 相对的色違的开放 也能够吸引更多玩家们进行捕捉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快乐这次虽然开放了 非常好看的造型 但是论对战我们比较喜欢暗影的 而且也就算拿一PV 使用他在对外战的排行榜上来说 也是稍微偏弱的 所以整体的使用性算是一般般 坚持这次时装周 就依照玩家们个人的需求 看哪一只角色 你比较想要的就追哪一只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给玩家们 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是 organic的 比较秀 咯